大學推薦成績出爐了 北一女跟建宗就占了 台大推薦錄取學生的三成以上了 那麼當中呢 同時錄取台大一學系的 有兩個建宗的學生 他們一路從幼稚園 國小 國中 建宗到大學 全部都是同窗同學 真的是夠有緣的 而一位北一女的樂隊隊長呢 還一口氣連中台大五大科系 真的 我就很衰 又要再當同窗同學 大學推薦榜單剛出爐 建宗這隊哥良好 劉子瑜 金敏軒 原本實在是農到話不開 一路從十大富幼 富小 中正 國中 到建宗都是同班或是同校同學 現在兩個人又一起推真 上了台大醫學系 同一個幼稚園 然後在國小的時候 也是同一個國小 然後一二年級的時候就同班 我們在準備 醫學系的時候 有一起練習 二十年的統創情誼 難能可貴 其中以滿級分優異成績 進入台大醫學系的劉子瑜 面試時更是讓主考官 印象深刻 因為父母親都是仲殘人士 全家人靠著爸爸一個人 柯印章來維生 因為他柯印章嘛 然後就是因為最近 柯印工作也慢慢的就是下滑了 對 因為有電腦取代 然後不過他之前就是 因為太努力了 所以他的手可能有點 就是受到職業上的傷害 做個醫生可以去推廣這些東西 陳英俊同學你申請的是經濟系 那請問你是從什麼廣告 量解經濟學的呢 除了建中台大醫學系雙節 北宜女也有小綠綠推陣小組 練習一下 那個突然就是被問到 不會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表情應該怎麼樣 然後應該要裝什麼樣的語氣 然後可能想個兩秒 然後再用很自信的口氣回答 為了幫助面試順利 小綠綠們自組面試團 輪流當主考官 揣摩答題技巧 其中這位北宜女樂隊隊長蔡嘉欣 還一口氣推陣上台大經濟 會計 國企 公館 政治等五大科系 現在成績揭曉 就等著當大學新鮮人 這件轉出就為台北採訪報導